大家好,今天分享皮薄乳脂,柔软筋道的鸡蛋饼新做法 一起来看看吧 准备面粉200克鸡蛋一个小葱一把 200克面粉倒进130毫升的温水 先搅成面絮状 再下手揉成一个稍软的面团 揉成这样就可以了 饧面10分钟 鸡蛋打入碗中 小葱切成葱花 加一点食盐 小葱葱花蛋液备用 面团取出来 把面团揉搓光滑 搓成长条 把面团分成6个大小相同的小鸡翅 把小面团揉圆 面团中入盘中 面团表面刷上一层食用油 封起来 这样面团的燃整性更好 盖子盖住,饧面40分钟 洗好的面团压扁 表面这样朝各个方向擀薄 洗面时间长,面团的延展性非常好 平底锅不用刷油 把面饼放进锅中 面饼非常薄,放下去马上就熟了 刷上葱花蛋液 翻另一面 也刷上葱花蛋液 两面烙金黄就可以出锅啦 鸡蛋饼就做好啦 看一下,非常的劲道 又非常的柔软 它很薄 也可以放上生菜 刷上喜欢的酱 这样卷起来吃 喜欢的话赶快动手试试吧 好 好